这两个百宝囊很大 一看就与众不同 似乎里面能够装很多东西的样子 刺月道的百宝囊上面 绣着一轮弯月 还用一根丝线系着 打了一个颇为精巧的结 是一个小小的阵法 方寒看也不看 直接左手一抓 这个精巧的 结和其中包含的小小阵法 全部化为了黑色飞灰 竟然是用暴力破解 遮天魔手一出 只手遮天 哪里还会在乎什么小道玩意儿 更何况魔手融入了方寒的血肉 得到五地大魔钢器的滋养 一下就打开了这个百宝囊 星云宝宝连忙凑了上来 用眼睛朝里面看去 呼啦呼啦 就在这百宝囊一打开 一道金光从其中冲了出来 化成一尊硕大的拳头 轰击向了星云宝宝的眼睛 却是把他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 随后 这屡金光飞了出来 转眼就凝聚成了一个身高丈6 全身金光的巨汉 全身筋肉球节 皮肤似乎是骨头上面抹了牛油一般 一块块地散发出爆炸力 这巨汉手拿一根大铁杖 一边是锋利的月牙 一边是铲子 不知道是什么兵器 一下朝方寒劈了下来 那巨大的力量 把四周的空气 全部打得激荡起来 宛如千丈瀑布向下坠落 这是什么东西 傀儡人 方寒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金色巨汉 其实本体是一尊小小的傀儡 拳头大小的一个金人 但是幻化出的威猛巨像 确足可以震撼人心 力大无穷 比起任何一个门派的傀儡 如机关铁魔 金刚魔都要强大得多 不过这个巨汉 对他却没有什么威胁 左手一抓而出 顿时就捏住了这个巨汉 巨汉似乎是有些害怕 发出猛烈的咆哮 渐渐缩小 似乎是受到了巨汉的咆哮影响 顿时那百宝囊中 再次飞了 出了十七道金光 化身成十七个身材各异 长相都不同的金人 有的金人眉毛十分的长 有的金人手长 有的金人脚长 连同先前的金人 一共十八尊 这十八尊金人 猛的一下力量相互连接 居然就组成了一个大阵 缓缓地围困下来 好大的力量 不过 傀儡终究是傀儡 方寒左手再次一撕 顿时就把这座大阵撕裂 魔手发出无穷的犀利 把十八个金人 全部吸了过来 一下镇压住 随后 十八尊金人 就显现出了真实的形体 都是一个个拳头大小 身上散发出 弹香之气的金人小傀儡 这些金人都是光头 穿的衣服 坦胸露乳 不似玄黄大世界的服装 这十八尊金人身上 都刻画着 许许多多扭曲的文字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炼制而成的 不过一看 就是极其厉害的傀儡 方寒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十八尊金人 也是域外佛门的法器 和大范光明船一样 极其厉害 叫做十八罗汉 他们能够自行吞噬天魔 增加力量 天魔吞噬得越多 力量越大 言自从打开阿比之门以后 不但力量强大了 记忆也完善了许多 好宝贝 不过现在 不是研究的时候 看看百宝囊中 还有一些什么 方寒收了这十八尊 傀儡小金人 再次检查了 刺月道的百宝囊 这次却就没有什么东西 再冲出来了 方寒在其中 就看到了大量的丹药 竟然都是原鹰丹 还有一些九阳圣水 六阳圣水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补充法力的 法精玉石 而且 快快精实品质 都是极其的高 显然是补充法力的圣物 这倒没有什么 并不值得多注意 不过随后 他倒是发现了 一本玉板的剑谱 上面预制的纹理之中 无数持剑的小人晃动 有的小人在打坐练气 有的在对剑吐纳 有的小人 则是运剑斩杀 掩月剑谱 在这本剑谱上 写个几个大字 是一门剑派的修炼秘籍 上面有几种剑修的神通 还有剑术的运用 不过方寒对剑术也不感兴趣 而且他也没有时间 再分心修炼其他的神通 于是也不看剑谱 继续寻找其他的宝贝 在这本剑谱的旁边 居然挂着八十一口剑囊 每一口剑囊中间 都有一口宝剑 宝剑的剑柄上面 有一个弯月形的标志 而八十一口剑囊的后面 是一张巨大的阵图 上面绘画了千轮明月 都发出明亮皎洁的光滑来 在图的下方 有一个珠虹的印章 印章上面是四个小字 掩月剑图 好家伙 居然是成套的剑阵 连阵图都齐全 这得要耗费多大的力气 才炼制齐全 方寒一看 就知道 这是一座惊天动地的剑阵 掩月剑阵 好东西 好东西 方寒嘖嘖感叹着 暗叹四世大道 果然名不虚传 这八十一口宝剑 加上阵图 威力大到了什么程度 他自己都不清楚 什么时候得让别人试一试 当下 四月道的百宝囊 已经清点完毕 下面就是灭心道的百宝囊 方寒除了发现大量的丹药 胜水之后 是一张巨大的弓 弓上搭着一支剑 那弓好像是无穷无尽的 星辰汇聚在一起 弓弦则是一道精亮的闪电 而那支剑 却是一支朴实无华的铁剑 好宝贝 好宝贝 这是洛心弓和射心剑 也是一件绝品宝器 价值不在大范光明传下 而且这弓箭 不是防御的法宝 是纯粹用来射杀敌人的 四十大道 果然是大财主 虽然没有盗器 但这些东西 渐渐都是精品 言欢呼雀跃 这些东西 回去再仔细研究 现在先找到五星灵根再说 我来打开地图 看看那蕴藏五星灵根的神庙 是哪一座 看完百宝囊之后 方寒打开了 从玄铁真人那里得来的地图 说实在的 绝品宝器 是修道界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方寒并不稀罕 当务之急 是修炼到神通六重归一境 它的实力 才会有志的飞跃 除此之外 再多的宝贝作用也不大 蛮荒神庙 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座 有大有小 一一去寻找 那根本不可能的 从玄铁真人那里得来的地图 果然详细 上面几乎是把所有的神庙 都标记了出来 有些神庙 还标注了血红的字体 表示其中潜伏着莫名的危险 蛮荒神庙 一共数十万甚至百万座 耸立在无边无际的丛林之中 如果没有确定的地图 在其中寻找某个物品 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但是有了地图就好多了 明确一个目标 直接飞过去 取就是了 仔细地查看着地图 方寒又飞了起来 打亮一座座 巍峨神庙的模样 让地图和实际的地形联系起来 走 咱们飞到中间去 方寒从神庙之中飞出来 上升到半空中 就看到无数神庙 耸立在大地上 比起大玄帝国的 房屋丝毫不逊色 甚至可以想象得出 在这蛮荒神庙全胜的时候 比大玄帝国更要强大 要繁荣昌盛 有的神庙 甚至如山峰一般 高耸入云 也不知道当初 是怎么修建出 这么高大建筑的 正当方寒 在寻找神庙之中的 五行灵根的时候 孟少白 却已经回到了羽化门 也掀起了一阵 轩然大波 原来孟少白 在出去游历的时候 是神通六重归一境 刚刚凝练成 自己的本命福禄 号称出去修炼成金丹再回来 但是回来的时候 却更进一步 居然修炼到了神通八重 烽火大剑 神通八重 可是非同小可 度过了自身结束 金丹再度凝练 只要有庞大的精气 就能够炼成天地法香 神通十重境界之中 最为危险的境界 就是第八重烽火大劫 因为是结束 自身修炼的时候 金丹引发的火劫 从七窍烧入脑海 风劫 从全身毛孔吹入内脏 一个不好 就化为飞灰 立刻死亡 别的境界 修炼不成 总不会死 而神通八重烽火大劫 过不去 就是死 没有人可以幸免 历年来 不知道多少金丹高手 冲击这一关不成功 被劫风劫火烧的生死盗销 一切都化为乌有 这一关 也是许多高手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一关 也没有任何高手帮助得了自己 只能靠自己的定力 智慧 勇气 还有运气 所有的羽化门真传弟子之中 度过烽火大劫 没有死亡的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华天都 其实在几百年前 甚至几十年前 羽化门的金丹高手 不止嘉兰 林霄这些人 但是有几个金丹高手 死在了烽火大劫之下 让风白雨都十分可惜 烽火大劫燃烧起来 肉身 灵魂 甚至修炼的神通 金丹都全部消散 留下的只有结灰 现在孟少白成功度过结束回来 已经一跃成为了 华天都之下第一人 门派的所有人都为之轰动 比起方寒战胜万罗 大炼元英丹都要轰动得多 毕竟方寒的那些事情 都是借助外力 本身修为才是神通 五重天人静 虽然尊贵 也有极大的实惠 能够炼制灵气 但却不是那种光芒万丈的人物 此时 孟少白居住的山峰上 有许多真传弟子来来往往 而他的山峰 竟然是寸草不生 连树木都没有一根 只有灵巡的怪石 还有孤零零的宫殿 整个山峰都传达出一股 肃杀的剑气 灭绝 丝毫不给人一点生机 而且这股气息 不似魔道 魔道的灭绝 还蕴含着鬼诈 孟少白居住的山峰 就是纯粹的灭杀 斩尽一切 扫荡一切 诛杀一切 似乎是毁灭的源头 尤其是这整个山峰的周围 虚空中 游离着许许多多的剑光 每一条剑光都似于行 游来游去 摇头摆尾 似乎是孟少白在自己的山峰周围 养了一群剑鱼 但是前来的真传弟子 看到这些游离的剑光 脸色都有几分恐惧 他们都知道 这是孟少白在山峰周围 布置下的万剑绝杀大阵 只要来人硬闯山峰 立刻就会遭到万剑围攻 死于乱剑分尸之下 这孟少白法力越来越强大了 假以时日 可能会真的赶上华天都 也说不一定 而且 他居然渡过了烽火大劫 这是修行者的最大难关 我卡在金丹上 一直不敢前进 就是怕烽火大劫到来 死于非命 把数百年的努力 全部化为飞灰 一道金色剑光 在山峰之外徘徊着 正是和方寒争斗失败的万罗 与化门五大金丹高手之一 此时 他听闻孟少白回来了 而且还渡过烽火大劫 成为神通第八重的高手 立刻赶了过来 他刚刚飞到山峰之外 就看见那些许许多多游离的 鱼形见光 知道厉害 不由得迟疑了一下 就在这一下迟疑的关头 那些鱼形见光 突然让出了一条道路来 万罗是吗 请进吧 一个声音传达出来 正是孟少白 万罗心中莫名的一惊 连忙飞了进去 直接到达了孟少白的单房 对方的单房 出乎意料的 没有任何单炉 凡是真传弟子的山峰上 都有单炉存在 不管炼丹不炼丹好 都是镇压山峰火眼 保护山峰的一个核心法宝 而且还能够源源不断地 汲取地火 增强力量 而此时 那地火窟窿处 摆放的是一枚硕大的巨蛋 孟少白坐在巨蛋的旁边 嘴皮微微动弹 似乎是在和巨蛋里面的 神秘存在交流什么 又好像是在念起什么咒语 孵化炼化 这枚神秘巨蛋 这枚巨蛋 正是孟少白在天道阁的卖宝大会上 以五千万枚丹药的巨款 买到的昆蓬巨蛋 上古最为庞大的神兽 蕴含巨大的生命精华 甚至超过了龙蛋 孟少白买来 显然是向汲取其中强大的生命精华 来把自己推动到 足可以凝聚天地法相神通九重的神秘境界 只要一到达神通九重 把本命金丹再度蜕变 他就能够把无声剑宗的剑术 发挥到极致 炼成无声剑体 威力更增十倍 但是肉身毕竟限制多多 而且很容易被损毁 气血一亏损就不好修到 但是天地法相却就不同 千变万化 力量强大 可以随意变小变大 散则化为元气 宁则成为神体 移山填海 运用剑术简直是最好的配合 万罗 你看我得到的这枚昆蓬巨蛋如何 看见万罗走了进来 孟少白微微一笑 什么 这就是昆蓬的蛋 如此宝贝 是从哪里得来的 万罗大吃一惊 上古神兽的卵极其罕见 尤其是这种比龙还为神奇的昆蓬 居然都被孟少白得到 那炼制法宝 修炼功法 都可以得到极大的好处 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是我用五千万枚白羊丹 在大玄帝国之中买到的 五千万枚 万罗再次大吃一惊 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 他除非是倾家荡产 把罗生门这种法宝 卖了才能够有五千万枚丹药 孟少白笑容收敛了淡淡的道 这也没有什么 我在大玄帝国看到了方寒 他花了两亿六千万 买下一件绝品纯阳宝器 大泛光明传 两亿六千万 万罗的面孔扭曲了 他方含有这么大的财力 我不信 两亿六千万的丹药 就算是一个中型的仙道门派 也拿不出来 他是得到了某件上古奇异的法宝 似乎可以学长生秘境的巨头一样 抽取仙界灵器 可以无穷地炼制丹药 所以财富源源不断 否则他也不会拥有那么多的原音丹 世界上有这么神奇的法宝 能够大量地抽取仙界灵器 只有传说的仙气才可以啊 万罗怎么都不会相信 他若是有仙气 只怕是所有的万古巨头都会来杀他 我们羽化门的太上长老都会出动 我还和他交了一次手 孟少白并没有再谈论下去这个话题 而是换了另外一个 他的修为还浅 不过法宝神奇 还和群星门的少门主搅和在一起 用魔刀雪苍穹和日月五星镯抵挡住了 我虽然能够破他 但是却要消耗我不少元气 最近我要闭关修炼 借助昆鹏巨蛋的生命精华 炼成天地法香 也不想和他纠缠 对了 我回到门派之后 听说你和他交了一次手 被他击败 我一定要他好看 万罗提起自己的失败 就一阵阵怒火中烧 心灵扭曲 不过随后他就醒悟了 什么 你刚刚度过烽火大劫 就要立刻宁炼天地法香 踏入神通九重的境界 这怎么可能 本来我要积攒精气 最少两个甲子的时间 不过有了昆鹏巨蛋 我却是可以省去百年苦修 现在离群仙大会 只有三年时间了 若不苦修 到时候拿什么去和各大门派的弟子 一争长短 孟少白似笑非笑 群仙大会 是先到石门的一个盛会 到时候 太一门羽化门群星门 玲珑福地日月 剑宗丹顶剑派 通天剑派 万归仙岛 水晶洞天意元派 这十大门派 所有的真传弟子 都会相互比武 各派掌教 长生秘境的巨头观看 评选出其中的佼佼者 赏赐下丰厚的宝贝 丹药 这群仙大会 是先到石门 用来激励门派真传弟子之间的一种盛会 每一次夺得第一名的弟子 都会给门派带来无上的荣耀 不过先到石门 藏文卧虎 有些神通实众的真传弟子 身怀盗气 就连长生秘境的巨头 也奈何不得 想要夺得第一名 独占熬头 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原来你想要在群仙大会上一展身手 不过你要小心 万罗眼睛一转 我知道那方寒去蛮荒神庙 寻找五星灵根了 想修炼他的五帝大魔神通 万一让他找到 五帝大魔神通修炼到极致 再加上他在太原仙府之中 得到了奇遇 炼化火云仙子的金丹 一共二十八种大神通 踏入神通六重归一境之后 三十多种大神通 凝聚成的一张本命符录 威力甚至要超过我的金丹 到那时候 他不用法宝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也可以对你构成重大危险 他也去寻找五星灵根吗 孟少白冷冷一笑 五星灵根不是那么好找的 他不死在里面 就很不错了 他如果真的去了 等待他的事 他突然不往下说了 似乎是等着看方寒的好戏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告辞了 万罗站起身来 慢着 我看你的金丹被方寒斩破了 很难恢复 我这里有一粒丹药 专门恢复元气 你可以拿去试试 说话之间 孟少白丢出了一枚火红色的丹药 如此 那就多谢了 看见达到了此情的目的 万罗接过丹药 告辞而去 出了这座山峰 他的脸上显现出一丝阴冷的笑容 想不到孟少白居然也和方寒交过手 我还想挑起两人的矛盾 看来是多此一举了 华天都师兄到太乙门去了 我要恢复伤势 只有找孟少白 想不到他真的丢一枚丹丸 嘿嘿 方寒身上居然有汲取仙界灵气的东西 这件事情 可是比黄泉图更要重要啊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方寒算什么 阻止我在群仙大会上登顶的人物 华天都算一个 太乙门还有几个 就算是那方清雪 威胁都比方寒要大 五行灵根是那么好找的吗 我九死一生 才得到了一点点 五行之地的外围 镇压了大量的天魔 还有妖兽 其中魔王一大堆 汗不畏死 成百的自爆 孟少白自言自语 突然身体移动 每一个毛孔之中都射出了剑光 整个人似乎是变化成了一口宝剑 搜的一下 射入了昆蓬巨弹之中 他整个人都消失了 完全进入了弹中 但是昆蓬巨弹的外壳 却没有一点破坏的痕迹 孟少白似乎是整个身体血肉 都融入了弹中 然后 药盒里面还没有孵化出来的昆蓬 合二为一 蜕变出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存在 这是一门极其诡秘而玄妙的大法 四道飞道 四魔飞魔 魔胎寄生诀 乃是上古魔神 用来掠夺生命最原始技能的一种无上神通 如果孟少白彻底能够和弹中的昆蓬合二为一 那重新孵化出来的东西 既是孟少白又是昆蓬 孟少白可以继承昆蓬的一切特性 同时保留自己人特性存在 也就是说 如果孟少白能够活上几万年 他的身体也可以长得像昆蓬那么大 吞吐山海 遨游星辰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弹壳寂静不动 突然咔嚓咔嚓 上面产生了出了许多裂痕 随后孟少白的形体 端坐在弹壳之中 仰天发出了一阵巨吼 这吼声 绝对不是人能够发得出来的 是来自远古的洪荒神兽 天上的无数白云 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朝他口中投射了过去 然后被他吐了出来 他好像一个无比庞大的巨兽 每一次呼吸 都可以形成飓风 扫过羽化门的群山 此人 图纳有这么巨大 在紫殿峰中修炼的方清雪 也感觉到了 飓风扫过群山 不由地睁开眼睛 羽化天空之中 许许多多的大长老 都睁开了眼睛 各有心思 而此时 方寒还在苦苦地 在蛮荒神庙之中飞行 寻找地图上标注的 五行灵根位置 一座座古老的神庙 在方寒身下流逝 足足两天时间 方寒一路飞行 也不知道穿过了多少神庙 寻找到了多少个荒废的古城 这才感觉到了 这个上古神秘帝国的浩大 也同时惊讶 能够建立起这么庞大帝国的存在 为什么会一夜之间 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呢 可以见得 无数神庙古城之中 肯定隐藏有不少宝贝和财物 但是方寒并没有下去搜刮 因为古往今来 很多人到这里来搜刮财物 都遭遇到了厄运 方寒现在富可敌国 也并不需要什么财物 不过还好的是 渐渐他找到了地图中标注的那座 藏有五行灵根古庙的位置 言 你说 那梦少白花大价钱 买走昆蓬巨蛋 到底是要练就什么功夫 我也有一枚昆蓬巨蛋 如果合理利用 到底要怎么办才好 在按着地图寻找飞行的时候 方寒突然心里涌起了一个小小的疑问 昆蓬巨蛋这种东西 可遇不可求 得到之后 一般人都是想把它孵化出来 不过 这是最漫长的做法 必须要有几万年的时间 才能够成长 并且 还要喂养大量的丹药 消耗巨大 其次是炼制成丹药 再次就是 借助其生命精华 修炼倒数 如果我猜测的没有错的话 梦少白就是正准备这么办 他度过了烽火大劫 需要积攒及其强大的生命力 才可以化成天地法香 也用爪子拍打自己的脑海 想要记起来更多的东西来 你现在并不缺乏生命精华 最缺乏的 就是五行元气 让我想想 嗯 让我想想 利用你的那枚昆蓬巨蛋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种上古最为恶毒 最为霸道 最为诡秘 最为灭绝人性的无上神通 叫做摩胎寄生觉 乃是把自己融入胎盘之中 掠夺昆蓬所有的元能 变成和他一样的存在 似人非人 似昆蓬非昆蓬 这样你的身体 就可以无限制地容纳法力 无限制地修炼神通 因为你的身体 已经是昆蓬了 昆蓬 可以吞海石山 容纳的元气 比人要大不知道多少 方寒沉默了半天 魔胎寄生觉 这门神通听起来 的确是诡秘无比 你会不会 言说出了一段 数千年前的密文 我确实不会 不过黄泉大帝当年会 这门远古的无上神通 现在天魔之中 一些魔神都 恐怕不会 只有那种来自远古的 不死魔尊 才可能会 不过以后 你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去把我全部恢复 再打开黄泉宝库 就可以得到 黄泉大帝遗留下来的 种种远古魔道无上密法 九十九神通 当年黄泉大帝 就是采集到了麒麟胎 玄武蛋 凤凰蛋 天龙蛋 朱雀蛋 金乌蛋 鳌鱼卵 天舞卵 神经胎 等等天地之间 罕见的数百种神兽的巨蛋 或者是胎盘 摆设成一个混沌猿胎大阵 把所有神兽猿能生命特征 全部融为一体 才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第十重 最后撕裂仙界大门 破空飞升 不过这门秘法 黄泉大帝并没有告诉我 因此我也不知道 只有打开黄泉宝库才知道了 方寒听得入神了 就连血液之王 星馋 都听得连连点头 星云宝宝 则是好像听故事一般 恨不得 颜一刻不停地讲给他听 啊 怎么停了 我还要听 这些故事真的很好听 颜 你以后就给我讲故事好不好 我把你带到我们群星门的 九阳池中去 我要真的把你们群星门的九阳池吸取干了 你们的那些长老 还不追杀我到死 恐怕你老爸的 长焦大卫都坐不稳 严狠狠地打了一个响鼻 如此厉害的魔宫 倒真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诸世界中都没有记载 方寒想象着 那魔胎寄生觉的厉害 如果寄生了昆蓬的蛋中 那简直是 可以大量地修行神通 容纳法力 而且寿命暴涨 如果我会魔胎寄生觉的话 寄生了昆蓬的蛋 那不是有万年以上的寿命 那不可能 炎摇摇头 除非是突破长生秘境 不然是不会有万年以上寿命的 神通秘境的高手 就算修炼再多的神通 服用再多增加寿命的丹药 也不会超过一万年 因为冥冥之中的仙界 似乎是有一种法则限制 如果你是神通时中逆天改命的高手 服食了甚至是传说中的仙丹 等你的寿命接近万年的时候 你全身的精气 也会开始大量地流逝 散于虚空之中 然后死亡 万年的寿命 是一个门槛 难怪世俗之中 称呼皇帝是万岁 其余的人再厉害 也就是千岁 九千岁 原来这样的呀 星云宝宝道 对了 皇帝称呼为万岁 是上古的典故 也是因为 万岁是一个标志 神通秘境的人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突破万岁 而踏入了长生秘境 成为万古巨头第一重的称号 就叫做万寿境 就是打破了束缚 至于长生秘境后来的不死之身 领悟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改变物质结构点石成金 变水为油 把人变成老鼠 甚至凭空衍生地水火蜂 五行元气 从虚空中缔造世界 化身混动 遨游太虚 等等不可思议的神通 到最后飞生成仙 却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事情了 就算我恢复了全部的力量 也就只相当于 长生秘境第二重 不死之身的高手 比天行长老高一个等级而已 颜先感叹道 长生秘境第一重 万寿境 第二重 不死之身 天行长老 就是长生秘境一重的高手 神念沟通仙界 寿源突破万年 而方寒现在的寿命 在两千年上下 这还是他服用了九窍金丹 增加八百年寿命的结果 两千年的时间 看似很长 但修真岁月一晃 眼睛也就过去了 如果他现在还在太原仙府之中 也变成了一堆白骨 到了 就是地图上的那座神庙 在几人的聊天之中 突然前面一座足足 可以和太原仙府比肩的神庙 耸立出来 气象万千 在神庙的周围 许许多多高大的神像也耸立着 似乎是在护卫着这座神庙 一看就是有王者气象 这座神庙 就是地图上记载的 蕴藏有五行灵根的神庙 方寒停留在外面 膜拜了一番 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之后 化为一道清光 从神庙的门口穿梭了进去 到达神庙大殿之中 进入了这座神庙大殿之后 方寒发现内部的风格 居然和太原仙府有一些相似 只是没有太原仙府 那么多成千上万的门户 在大殿的深处 就只有五个颜色的大门而已 黑色的大门代表着水 红色的大门代表着火 青色的大门代表着木 黄色的大门代表着土 白金色的大门代表着金 不过虽然这五个门户 在大殿的深处 看似只要一下就可以飞到 但大殿的中央 却隐隐约约 有一些折叠的虚空在晃动着 有一些咫尺天涯的感觉 方寒也不管 只要找到了五行灵根 就可以把五帝大魔神通修炼圆满 踏入神通六重归一境 到时候 自己五十五种神通归一 强大无比 十力十倍地提升 一步就抢了进去 轰隆 这一下飞略 方寒似乎是闯进了 另外一个世界 一阵天旋地转 眼前一片漆黑 无尽的星空闪烁着 随后映入眼帘的是 类似于天魔战场那种荒凉 广阔无垠的废弃之地 难道是来到了域外 另外一颗星辰 那座神庙大殿 是一个特殊的时空通道 方寒看了看天上 许多星辰闪烁 尤其是自己来时候的通道 居然没有了 顿时就升起一种 恐怖的情绪来 因为他不知道 怎么出去了 突然远处 一座孤独的山峰 映入了方寒的眼帘 那山峰之上 似乎还有字体 连忙飞了过去 只见那山峰一面 如刀削一般 平整光滑 一排比人还大的字 血淋淋地在上面流淌着 五行之地 镇压骨膜 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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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七个险字 一个比一个灵力 似乎是严重的警告 让人速速离去 免得遭到厄运 看着这七个险字 都可以让人立刻萌生退意 而且那险字之中 的确是蕴含了一种 无穷无尽的危险 五行之地是什么东西 岩 我们现在到了哪里 还在不在玄黄大世界之中 方寒沉默了一会儿 才问道 不在了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遥远的星空之中 而且我也没有发现 有什么时空通道 和玄黄大世界有联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可以肯定地说 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就是不知道 这里有什么危险 是没有这个地方的 当年黄泉大帝 也没有探过蛮黄神庙 岩巢四周看了看 我现在也不怕什么险恶 这里既然叫做五行之地 肯定会蕴藏有 大量的五行元气 咱们找一找吧 方寒绕过这座山峰 低空飞掠着 感应五行元气的存在 就在这时 在远处的地面 一块硕大的土地上面 出现了一双眼睛 盯住了低空飞掠的方寒 眼神之中 有无穷无尽的凶光 前面有天魔的气息 而且是一头魔王 方寒绕过那座 写了七个险字的山峰 突然就感觉到了 前面一股强大的魔气扑面来 是天魔那熟悉的气息 他不知道杀过多少天魔 把血肉泥潭都翻了个底朝天 甚至连堪比神通六重 归一镜的七夜魔君都杀死了 对于天魔 他是非常喜欢的 他的五欲网顶之中 现在连一头天魔都没有了 要是集中了八百万天魔 威力之大 直追到弃 是守护山门 镇压山峰的最好法宝 也是来日抵挡神族入侵的一重 神族既然出现 那肯定大劫将至 羽化门肯定要遭遇到大规模的围攻 到时候 真传弟子的山峰 是第一道防御的生命线 方寒心中总有一种危机感 要飞快地 把自己那轮回风的实力建立起来 为以后的神族大劫做一些准备 果然 前面的天空之中 漂浮着一个身穿奇异古致铠甲 手拿三叉戟的天魔王 这尊天魔王似乎也看到了方寒 脸上显现出一丝不可置信的神情来 随后把三叉戟一挥 口中发出了一阵尖锐的怪笑之声 还有断断续续的话语 人 修士 血肉 好 实在是太好了 在这尖锐的怪笑之中 这尊天魔王哈哈大笑 三叉戟一阵 恶狠狠地向方寒刺杀了过来 速度极快 身体上到处都显现出了一丝丝的魔纹 似乎是一种诡秘魔功 找死 方寒一看 心中冷笑 这尊天魔王的修为 就相当于刚刚踏入神通秘境的修士 几百匹猎马奔腾之力而已 对于他来说 现在是小菜一碟 左手一伸 遮天魔手立刻抓去 黑色的魔烟熊熊燃烧着 立刻就把四周都冻结住 滔天魔手 顿时就笼罩了这个天魔王 天魔之中 修到了神通秘境的叫做魔王 踏入长生秘境的叫做魔神 但是也分为三六九等 一般的天魔王 以方寒如今的修为 砍瓜切菜一般 啊 好强大的力量 天魔解铁 涅槃重生 永生极了 那头天魔看到方寒的魔手 力量这么强大 立刻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开始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恐怖 但是随后就变为极其兴奋 身体突然一下千百倍的膨胀 竟然施展出了天魔解体大法 砰 巨大的力量 把方寒的遮天魔手炸得一腾 缩了回来 那尊天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施展了天魔解体大法 自然是什么都没有了 这头魔王怎么了 就这么施展天魔解体大法 方寒愣了一愣 天魔也是有智慧的存在 尤其是魔王 非常聪明和人类一模一样 绝对不会轻易地舍弃自己的生命 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 实在是没有了活路 才会解体自爆 万万没有像这头魔王似的 誓死如归 没有错 这魔王在最后自爆的时候 就是誓死如归 甚至有一种诡异的情绪 就好像是强烈相信自己爆炸以后 会复活一般 这是怎么一回事 方寒实在是搞不明白 本来他是想把这头魔王镇压住了 再带回去祭练 魔王虽然不能进入网顶之中 但却可以炼制一些极其神妙的丹药 还可以炼制法宝 甚至可以 让他刚刚得到的 十八罗汉傀儡小金人吞吃 用来增强力量 甚至可以用来滋补 五百感万鬼令旗的力量 天魔是宝贝 天魔王更是宝贝 就这样自爆了 损失很大 我确实没有想到 这天魔王这么干脆 说自爆就自爆 早知道 眼你出手就好了 用阿鼻之门汲取 他想自爆都没有力量 方寒道 我感觉有些不对 这天魔王似乎是被洗脑过似的 根本不怕死 相信自爆以后会重生复活 眼有些忧心忡忡 我总感觉这五行之地 蕴含了极大的风险 似乎是封印了某些恐怖的东西 巨大的本源力量 让我都感觉到恐怖 既然如此 我们就小心一点 不过还好的是 我世界之术 还是能够源源不断地 汲取仙界灵气 不像在太原仙府之中被隔断 方寒倒是心中不怎么慌忙 这里的情况 比太原仙府中要好一些 嗯 好强烈的土星气 就在这时 突然之间 方寒就感觉到了下面的大地之中 一股强烈的土星气突然爆发 碰 他身下的地面突然炸开 一条土黄色的舌头 如龙一般生腾起来 张开血盆大口 恶狠狠地吞噬向了方寒 这不是天魔 而是怪兽 土戏妖兽 方寒看着突然从地下窜出来的土黄色舌头 足足有一口水缸那么大 裹在一片尘土之中 看不到全身的影子 这一袭击而来 方寒立刻看出 这土黄色的舌头实力 相当于神通秘境二重真气境的高手 移行幻影 方寒突然一下消失 然后出现在舌头的上方 左手一掌拍下 遮天魔手的力量 超越了血液之王 一下就把舌头拍得粉碎 连其中的一缕思维都彻底摧毁 顿时这舌头就化为了一股土黄色的精纯元气 嗯 方寒心神一动 立刻就催动了皮藏之中的土黄钢气 一张口 把这股土黄色精纯元气汲取了进去 顿时就感觉到了 自己的土黄钢气强大了一些 我知道了 这五行之地有许多强大的妖兽 都是五行元气衍生出来的 还有许多天魔 我击杀这些五行元气衍生出来的妖兽 就能够不断地汲取元气 最后练成五帝大魔神通 方寒突然道 眼点点头 刚才这条蛇叫做藤蛇 是土系元气浓烈到极点 才会凝聚成的怪物 一般只有在地底深处才能够寻找得到 而且很难蜕变产生神通 不过我总感觉 这五行之地不是那么的简单 而且我感觉到 我们已经被一个强大的不知名的存在盯上了 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方寒闭上眼睛 凝聚精神 一丝精神之火在燃烧着 终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 的确是自己被一股神秘不知名的存在盯上了 但是一稍微松懈 却就感应不到什么 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很不好受 不管怎么样 继续往前飞 到处找找 既然能够衍生藤蛇这种妖兽来 肯定有一条庞大的土鳞根 方寒知道 就算被人盯上了 而且想回去也没有路了 才飞了不出十多里 远处天空之上 就飞来一片红云 红云之中传来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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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的声音 一片浓烈的火气扑面而来 把四周的空气都烧得扭曲起来 那是什么 星云宝宝感觉到了周围的气温急速升高 不由得揉揉眼睛 火压局 眼陡然喝道 这是离火至今凝结成的火腰 一般只有接近太阳的天空之中 才会产生这种火压群 极其厉害 一群三千只以上的火压 可以比得上一门金丹高手 施展出来的火系大神通 这里起码都有上万只 原来 那片红云 竟然是无数只火红色的乌鸦 成群结队地飞来 方寒此时此刻 终于知道了 什么叫做铺天盖地 焚山主海 那群火压飞到之处 地面全部都化为焦土 甚至有的地面 已经微微地塌陷 开始蜡烛一般地融化 要变成岩浆的趋势 突然之间 这群火压看到了方寒 立刻扑了过来 三千只火压 就相当于火云仙子 施展朱雀武 凤凰鸣这种火系大神通 而现在这里 足足有上万只火压 等于三五个火云仙子 一起施展火系大神通的威力 方寒终于知道 那山峰上 为什么写字说险 险 就这一群火压扑来 就算是金丹高手都抵挡不住 得直接被炼化 飞回烟灭 赤地火皇妾 方寒不敢迟疑 口中猛地一下 喷射出了一连串的火焰 形成了一宗火皇和赤地的虚影 无边的威压 把那些扑杀过来的火乌鸦 都震慑得微微迟疑了一下 随后方寒接连 把黑地水皇权的钢器放了出来 更在周身布置下冰雪界限 这才让所有的人都清凉了一下 抵挡住火器的侵蚀 就乘着这个机会 方寒左手再度抹去 遮天魔手伸入了火焰群之中 黑色的魔焰一扫之间 那些火焰群雨点一般的掉落 随后就爆成一团赤色的火元气 被方寒的火焰虚影 吸入了其中 嘖嘖嘖嘖嘖嘖嘖 方寒在火焰群之中 左冲右突 魔手都被烧得嘖嘖作响 甚至感觉到微微的疼痛 顿时心中吃惊 火焰群果然厉害 我这遮天魔手 虽然不是盗器 但也是绝品宝器 更有一门遮天魔宫的神通在其中 居然都被烧得疼痛起来 好在遮天魔手威力无穷 虽然被烧得疼痛 但也不至于受伤 看到杀得痛快 方寒再度祭出魔刀血苍穹 配合自己来回横扫 火鸭纷纷被杀 都化为了离火精气 凝炼自己的火黄钢气 一阵惨烈的厮杀之后 天空之中上万只火鸭 全部被消灭 方寒的那火黄真身 似乎也明亮了一些 火焰在其中燃烧着 出现了一丝透明的亮光 嘘 斩杀完了这些火鸭 方寒常常蓄了一口气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恐怕休息不成 在阎音森的语气之中 天边再次传来来了 嗡嗡嗡嗡的声音 似乎成千上万的蜜蜂群 随后 一大片一大片的金云 发疯一般地 朝这边涌了过来 方寒仔细地看清楚了 那群金云 是一只只的金色黄蜂模样的怪物 这是更金之气所化的 夺命金针神风 极其厉害 尾部能够喷射夺命金针 砖破道家钢气 灵气级别的法宝都抵挡不住 一只神风出其不易 可以击杀一个 没有宝气防护的 神通秘境高手 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这些神风的夺命金针 射到自己的血肉上 否则立刻就会钻入身体 破坏脑部 让神通静丧 沿一看那密密麻麻的金色云朵 成千上万的金色黄蜂 立刻警告方寒发动防御 千万不能让这些黄蜂靠近身体 方寒自然不敢怠慢 他知道这神秘的五行之地 一切东西都非常危险 稍微不好就会丧命 刚刚自爆的天魔王 藤蛇 还有万只火鸭群 一次比一次厉害 自己虽然力量强大 有盗气护身 但也抵挡不住 无穷无尽的攻击 而且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 力量强大的防御型法宝 血液之王杀伤力强大 但防御却就不怎么样 至于黄泉图 阿鼻之门对于魔盗 冤魂 鬼物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但对于实打实的 飞剑斩杀 神通轰击 防御虽然也可以 但做不到万法不清 倒是日月五星拙 防护极其出色 星云宝宝在这个时候 猛地一撑 一片星光球体飞出 把众人从头到脚都守护住 说时迟 那石块 就在他刚刚做出防御的时候 呼啦 一群晶云般的神风突然加速 比飞剑还要快上三分 几乎是两三倍音速 眼皮没有眨到一半 就来到了众人的头顶上 随后扑的一下 无数金针 从这些黄蜂的尾部喷射了出来 那些金针 细如牛毛 但穿透力极强 一下打在日月五星拙支撑起的光照上 顿时把光照打得猛烈摇晃起来 有些金针 居然一下射入了光照里面 不过光照很厚 里面是一层心力在不停地震荡 就把那些射入其中的金针 震荡地粉碎 化为了最为纯粹的精细元气 啊 好厉害 要是日月五星拙再弱一点点 那这些金针 就有可能射进来 我们现在的肉身 可能就被射死了 星云宝宝面如土色 他身上的衣服 虽然也是一件宝器 但肯定抵挡不住这么多的夺命金针射击 就算第一波可以抵挡住 第二波 第三波 接二连三 什么都要被射杀在其中 方寒也看得暗暗心惊 不敢怠慢 万一被这些神风击破了星辰光照 自己可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抵挡得住 这些夺命金针 不是某个魔道的非针 数量之多 任何魔道高手仙道高手 都不可能拥有 白帝金黄斩 当下之间 他张口一吐 一片白金光滑 被喷射了出来 形成一道剑光 顿时就把那些被绞碎的精细元力 吸入了其中 随后这道剑光飞了出去 数千只神风立刻就被斩杀 化成了更金元气 被汲取到了金黄钢器之中 使得方寒的钢器越发明亮起来 就在这时 更多的神风飞了过来 其中一股神风突然凝聚到一起 密密麻麻地相互组成了一口金色巨剑 吃了 一剑硬批杀下来 竟然把方寒的白帝金黄斩抵挡住 妙哉 这些神风居然会自行组成巨剑 力量连接一体 实在是厉害 方寒微微一愣 脑海之中神通运转 一股火焰喷射了出去 施展出了所有的火系大神通 火克金 用火来烧这些更金之气所化的神风 想必能够收到奇异的效果 哪里知道 竹雀舞 凤凰鸣这两道火系大神通一飞出去 漫天烈火 居然丝毫烧不动那些神风 密密麻麻的风群 在烈火之中飞来飞去 唯一步不停地射出金针来 只有赤地火黄气 还有大日火灾的两团火焰 可以把一些神风融化 这么厉害的神风 要是能够捕捉到手 炼制成听命于自己的存在 那一放出去 不是天下无敌了 方寒心中吃惊不小 不过这些神风不是法宝 而是活生生的生灵 要全部炼化 必须得要学会磨到一些 鬼秘的遗魂神通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炼化 听命于自己 连金丹高手的火焰神通 都烧化不了他们 放到大玄帝国之中去拍卖 每一只恐怕都价值不菲 现在 你们就变成更金元气 替我凝炼白地金黄斩吧 方寒左手再次一挥 遮天魔手配合金黄斩 一捏而去 顿时就把那近千只神风 凝聚成的巨剑捏碎 随后就被白地金黄斩击取 这无数的金风群虽然厉害 但是方寒有道气的保护 有遮天魔手 血液之王这等凶猛魔气的斩杀 倒也不怕什么 一时之间 奋力搏杀 方寒撞如猛虎 一群一群的神风被杀死 强大的更金之气 融入了白地金黄斩之中 丝毫不亚于再度击取了一枚 太白金星时 这些神风 本来就是强大更金之气 孕育出来的 一群神风所蕴含的 精细元气 不亚于一条矿脉 如果是修炼大字在玄金剑气 只怕是杀死数千的神风 就可以炼成 但是白地金黄斩 需要的精细元气 何等的耗大 根本不够 但是方寒越杀 白地金黄斩的气息就越强大 而且钢气越来越紧密 最后那一道白金钢气 竟然闪烁发光 刺目耀眼 普通人一看到这光 眼睛都会刺出血来 被刺成瞎子 不过离金黄之气蜕变 演化出更金神雷来 那却还差得很远很远 不过白地金黄斩 越来越强大 却让方寒斩杀 神风的速度快了许多 往往一道白光闪烁而过 千百神风就死于非命 在这金黄刚气 不断强大的同时 他也感觉到 剑气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到了最后 竟然类似于顺杀大法 意念一动 剑气就已经把神风 分割成两半 也不知道杀了多久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几次都法力耗尽 不过倚仗世界之术 源源不断地攻击 仙界灵气 倒能够支持得下来 突然方寒 觉得身边一阵轻松 那密密麻麻 如雨点一般 打在星辰光照上的 夺命神针 也已经消失 抬头一看 原来漫天的神风 都被自己斩杀一空 白地金黄斩 也比以前足足强大了 一倍都不止 现在单独的威力 几乎可以比得上 绝品宝器的飞剑了 如鬼蛇剑 避雪灭魂剑 这等宝贝 这下真的要休息了 我们落到地面去吧 收敛一下气息 方寒用海慎气功 收敛了气息 向下落去 但一些保护 仍旧不肯撤去 生怕再遭遇到围攻 他算是知道了 五行之地的险恶 简直是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哪里知道 他刚刚落到地面 轰隆 地面突然涌出了 许许多多的泉水 这些泉水 一下就凝结成了 千百条怪鱼 张着尖利的牙齿 猙獰的鱼头 朝着方寒撕咬过来 有的怪鱼 还口中喷射水箭 甚至有的怪鱼 张口就是一个大水球 喷射出来 撞击到光照 然后陡然爆炸 又来了 这是魁水精气 凝结成的鱼精 只有全部杀了吧 言哀叹一声 方寒沉默不说话 好像要节约 所有的精气神一般 搂搂精神 黑地水黄泉 各种神通再度施展出来 遮天魔手到处乱抓 这次这群 有魁水精气凝结成的怪鱼 却是好对付一些 唯一厉害的是 他们口中喷吐的水雷 喷喷喷 喷 一条条的怪鱼 都被遮天魔手抓爆 化为最精纯的水气 融入了黑地水黄泉之中 而那些水雷 都被日月五星灼的光照抵挡住 如果不是镇压了鬼地 夺得遮天魔手这件凶猛的宝贝 我进入这五星之地 还真是不好应付 方寒不知道杀了多少魁水精 俱成的怪鱼 但是地面喷涌出来的泉水 源源不绝 那血液之王都看起来有些疲惫 日月五星灼的光芒 也都暗淡了下去 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连连喷出法力 灌注到了血液之王的 本体魔刀雪苍穹之中 同时也灌注到了日月五星灼中 这两剑刀气虽然厉害 但也不可能源源不绝 保持力量强大 遇到猛烈的攻击时间太长 也会疲惫 然后失去灵效 等休息才能够恢复得过来 当然 如果人能够给他们灌注法力 则他们立刻就会龙金虎猛 眉心世界之术 庞大的仙界元气灌注了下来 进入方寒的两个石海之中 稍微一滚 就转化为了法力 然后这些法力 就用来催动自身的神通 或者是灌注到了两剑刀气的体内 让他们永远保持 最为强大的力量 本来 世界之术赋予的仙界元气 每天可以炼制成 三万六千多枚元英丹 但是现在这些庞大的仙界元气 却全部拿来转化为法力 消耗掉了 足足战斗了大半天 一粒元英丹也没有赋予 真是生梦啊 战斗了这么久 居然还能够有源源不断的法力 就算是给他法精玉石 都不够消耗的吧 星禅震惊着方寒的法力 如此之悠长 现在就算是一个金丹高手 也已经法力耗尽 活生生地累死了 巴大 最后一条巨大的水晶 被遮天魔手捏碎 魁水精气汲取到了 方寒黑地水黄泉之中 这门水系无上神通 开始产生了一丝丝的蜕变 哗啦哗啦 方寒体内的黑地水黄钢气 流淌起来 传达出声音 好像瀑布从万丈高山降落下来 又好像是大江大河在奔涌 力量暴涨 他怀疑 这样下去 这门神通也会大圆满 修炼到产生鬼水神类的境界 这样一直下去 我也恐怕吃不消 杀掉了这群突然从地底喷出来的 鬼水精英怪鱼 方寒总算是歇了口气 要不是世界之术支撑着 有源源不断的法力灌顶而来 他就算身怀五十五种大神通 现在也游进灯窟 被千万怪物围攻而死了 孟少白也进来过这五行之地吧 他的五行精气 也可能就是这样圆满的 也难怪他的剑术那么精妙 在这里面磨练 只要不死 出去以后 肯定超凡入胜 炎也被这些一会儿 一大群的怪物 弄得头晕目眩 我们有三剑道气 还有源源不断的元气攻击 都这样的疲惫 那孟少白 居然能够在这五行之地活着出来 实在是有些恐怖 血液之王也有些心有余悸 他虽然是一剑道气 但如果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围攻之中 虽然本体不至于被破坏 但那气灵会沉寂下去 陷入沉睡 方寒沉思了一会儿 以免恢复自己的经历 他法力虽然源源不断 但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 现在也浑身酸痛 连忙运用盘武大力神通之中的 调节肉体法门 用法力滋润身体各个血窍 筋肉 如高手按摩 缓解疲劳 盘武大力神通 包罗万象 其中有很多小诀窍 在生死搏杀的时候 很有用处 传闻当年盘武仙尊的门人 和域外天魔战斗 一连战斗一个月都不疲倦 传扬出去 的确是骇人听闻 又有怪物过来了 星云宝宝大叫一声 把方寒惊醒过来 果然远处地平线上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传达过来 出现了无数人影 这些人影 一个个都是普通人身刀的六七倍 是一个个巨人 方寒看得真切 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些巨人赤裸的身体上 有木质的纹理 全是一个个的木巨人 成千上万 是一支庞大的军队 搜搜搜搜 这些木巨人猛烈跳跃 蹦得极好 好像大鸟一般地 在空中滑翔 落到地面剧烈阵响 手持木质的兵器 如木斧 木枪 木刀 木叉 等等 一双眼睛 碧绿盈盈 凶残暴力 看到方寒如文银 见到了鲜血一般的猛扑过来 哗啦 一个高大的木巨人 最先杀到 手持木枪一枪击来 竟然到处都是幻影 枪身上散发出了一股 类似木系真气的杀戮之气 把方寒一下笼罩在其中 这次是木系元气 组成的怪物吗 可惜我的亲弟木皇宫 已经大圆满 不过杀了这些木巨人 多汲取一些元气 木皇钢气威力也就越大 以后可以用它来催生灵药 看到这些木巨人 方寒当然不会放过 自己的木皇钢气越强大 以后的用处很多 遮天魔手戳 一下就荡开了 层层叠叠的枪影 抓住木巨人 捏成了鸡粉 化为一股青木元气 被自己击取 砰砰砰 砰 在遮天魔手 磨刀血苍穹的杀戮之下 立刻就有数百头 木巨人被斩杀 都化为了纯净的木系元气 此时星云宝宝也出手了 运用本身的钢气 一挥而出 配合方寒的杀戮 他每杀死一头木巨人 也采集木系元气 化为一颗青色的珠子 收入囊中 星云宝宝的神通 叫做未来星宿大法 是一门无上神通 也是群星门的正派神通 现在他已经修炼到了钢气境 迟迟不能突破到四重阴阳境 把钢气蜕变出灵性来 不过在刚才这一番杀戮之中 庞大的压力之下 他似乎是有所领悟 这些木巨人 各个力大无穷 而且武技精湛 方寒在杀戮之中 就看到了他们施展出来 数十种罕见的武技 无论是枪术 刀术 都毫无半点花哨 非常实用 每一种武技 如果传到世俗中去 那就可以成为无数世家 大家族的家传绝学 这些木巨人 显然是木系元气所化 但是怎么会如此精湛的武艺 方寒一面杀戮 一面把这些木巨人 施展的武学 记忆起来 阿鼻之门 吞噬人间 就在这时候 岩也出手了 他一出手 就是惊天洞地 黄泉图飞上天空 阿鼻之门 打开惊天洞地的魔器笼罩下去 每一丝魔器 缠绕到一个木巨人身体上 这个木巨人就立刻死亡 被吸入了门户之中 足足有数十万大军的木巨人 被这一下 卷起了接近一万 这些木巨人虽然厉害 但哪里是方寒和颜 这种怪物的对手 转眼之间 密密麻麻的大军 就被彻底杀穿 外来者 居然敢吐入我的士兵 受死吧 方寒正杀得起劲 突然面前的木巨人 潮水一般退开 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 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小木人 但是这个小木人身体上的气息 却是汹涌奔腾 绵绵不绝 而且他的头上 戴着一顶木制的王冠 手拿一口青色木刀 上面浮阵隐隐 面孔威严 是一个中年人 居然会开口说话 显然是有高深的智慧 杀了再说 方寒却不和这个怪物啰嗦 直接记起遮天魔手 擒拿了过去 要把对方击杀当场 他看出来了 这木王身上蕴含的木系元气 比起卖宝大会上拍卖的青龙蒲羊木 都要浓厚得多 如果被擒拿住 又是一件宝贝 找死 木神斩将刀 这木王一声爆喝 身体周围居然散发出了一层青色的钢气 手中的长刀 绽放出璀璨夺目的金光 身体游离 竟然瞬间就躲避 开了遮天魔手 冲到方寒的头顶 一劈而下 方寒愣了一愣 他没有想到 这木王居然这么厉害 简直是可以和太义门的一些真传弟子 如神通四重阴阳镜的谣点等人媲美了 如果单对单 不用法宝 一些天人静的高手 都收拾不了他 不过碰到了方寒 那是注定命运多减 血液之王这时突然爆起 一刀就迎上了他 把他的长刀劈断 随后身体被切割成了两半 这木王发出了凄厉的乌叶之声 庞大的木系元气 进入了方寒的体内 顿时之间 青帝木皇宫威力再次一增 方寒张口 猛地朝天一喷 风云变色 从他的口里 一尊木皇轻地飞了出去 到达天空之上 顿时变化为一大片青色云气 密布天空 里面青色的雷光不停地滚动着 团团倚木神雷 好像冰雹一般地砸落下来 倚木神雷 拳头大小 轻盈盈的一团 呈现出不规则的棱形 和大冰雹有些相似 从天空中砸下来 一碰到物体 立刻爆炸 轰隆 轰隆隆 顿时之间 无数的木巨人都被炸死 化为了木系元气 上升到天空 融入了那滚滚青色云气之中 同时从云中砸下来 冰雹似的 倚木神雷更多了 此时 五帝大魔神通 才显现出了真实的威力 没有原来那么弱小了 星云宝宝就看着方寒 这么大发神威 把所有的木巨人都涂漏一空 不禁砸砸舌头 有些收不回去 所有的木巨人涂漏一空之后 天空上滚滚的木皇刚气 足足笼罩了 方圆四五十里的天空 不知道多厚 几乎是修道人 都可以感觉到 里面蕴含了 恐怖性的毁灭力量 还有生机勃勃助长 万物萌发的浓烈气息 现在你的青帝木皇宫威力 已经不再大日火灾 黑日风灾之下了 眼感叹着道 以后 你每提升一个境界 这威力还会增加 可惜 其他四门神通 远远没有到达这一地步 我们得多杀五行元气 化成的怪物 五帝大魔神通的威力 我现在才感觉到 实在是太爽快 方寒此时 已经用盘武大力神通 恢复了疲劳 精神也十分亢奋 决心要多杀五行元气 凝结成的怪物 走 咱们到处飞一飞 看看这五行之地 到底有什么危险 说话之间 方寒飞起 朝这五行之地 深处掠了过去 星云宝宝 连忙欢呼一声 跟了上去 此时 他们已经离那座客 有七个险子的山峰 越来越远 方寒等人 刚刚飞出了一千多里 又感觉到了 巨大的土星器 立刻就知道 又恐怕是 雾土元气凝结成的怪物 立刻严阵以待 果然地面下方如动着 随后飞起了无数条藤蛇 朝着方寒咬了过来 这正中方寒的下怀 遮天魔手 雪刀 一目神雷连番出击 尤其是那一目神雷 对付土系怪物 那简直是天生克制 五行之中木克土 天空中滚滚青云 落下无数冰雹 只一轮轰炸 千条万条土系藤蛇 就死了一大半 全部化为精纯元气 被皇帝土皇道汲取 一路上 方寒不停地前进 走向五行之地的深处 也一路杀戮 几乎是没有停歇 碰到过了各种各样的 五行元气所化的怪物 除了火压金风木人 水于藤蛇之外 还有铜铁兽 巨大的土人 火精灵 甚至还有在空中 漂浮着的巨大水母 越往五行之地深处进入 里面的怪物就越强大 人也越来越吃力 但是方寒的五帝大魔神通 也越来越浑厚 威力越来越大 似乎有一种饱和 到了临界点的趋势 不过 除了清帝木皇宫以外 其余的神通 如果是别的五行神通 这一番杀戮汲取 就算是一百次都修炼成功了 但是五帝大魔神通 却好像一个永远未不保的巨兽 再多的五行元气 都能够容纳得下 方寒大哥 咱们进入五行之地多久了 星云宝宝一掌劈去 远远打爆了一个 漂浮而来的巨大水母 看着方寒汲取鬼水精气 连忙问道 这个巨大水母 有房屋大小 有一张猙獰面孔 触手都堪比宝气 还可以射出水箭 威力极大 当然 更为厉害的是 一鼓一缩 就是铺天盖地的水雷砸了过来 这种力量 就相当于水系刚气 修炼到了顶点的修饰 比龙轩还要厉害得多 更为厉害的是 他体内积攒的力量十分雄浑 施展法术 远远比一般的修饰 要持久得多 是可怕的水系妖兽 在大海深处 都是十分罕见 可谓是水系霸主 我们进入这里 已经有了十天的时间 也是杀戮的十天 我感觉到这样下去 五帝大魔神通 就要全部圆满了 不过奇怪的是 这十天时间 我们居然没有碰到一头天魔王 按照那个山峰上字的意思 五行之地 应该存在大量的天魔王 方寒有些奇怪 如果这十天时间的杀戮 其中出现天魔王 那方寒还真的不会那么顺利 天魔王诡计多端 而且最后一招自爆十分的麻烦 就算方寒有克制的方法 但是如果一窝蜂的前来 盗器也要被镇伤 我也感觉到奇怪 言道 不过这五行之地 我们近来已经有了十天 始终没有探测明白 到底是什么存在 不过可以肯定 我们想要出去 必须再深入五行之地深处 否则在外面徘徊 是一辈子都无法出去的 接下来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妖兽 我怀疑在网里面 什么火系的圣物 朱雀 金乌 水系的圣物 玄武等等都会出来 方寒神色之中 有一些期待 如果五行之地 最后出现强大的圣物 那么方寒把他们击杀 汲取的精气 倒是可以突破五地大魔神通的境界 好强大的杀伐之气 就在这时 又有强大的妖兽出现了 好 一声低沉的唬吼 从远处传达而来 声音虽然沉闷 但却给人一种 极不舒服的味道 压抑在胸口 肺部好像万针刺激一般 哇 星云宝宝 居然吐出了一口鲜血 方寒吃了一惊 连忙手指一弹 一股青色元气和黑色元气 涌入了星云宝宝体内 稍微一流转 就治疗好了他的伤势 这两股元气是木黄气 水黄气 水木二气结合 乃是疗伤圣物 方寒现在五帝大魔神通 施展得越来越纯熟 这门神通是他的本命法术 而且潜力巨大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么厉害 那声狐猴 让方寒心神也提了起来 他感觉到强大的气势压迫 即将出现的那个强大妖兽 给他的压力 不在神通七重金丹高手之下 甚至还要更强烈 他杀戮了十天 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么强大的妖兽 如果在外面 这么强大的妖兽 只怕可以开宗立派 建立妖道武宗另外的门派了 地平线上 出现一抹白金之色 映入方寒眼帘的是一头老虎 全身都是白金色 白金色的虎毛随风飘扬 烈烈升威 一步一步走来 虎掌舒展 大地在他的脚下 似乎无限地浓缩 白虎 方寒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是精细元气凝结成的圣物 白虎 全是一头白虎 方寒 这可是无数更金之气汇聚 天地交感 才能够衍生出来的神兽 三大剑派 丹顶 通天 日月 他们拥有无数矿山 在其中用阵法凝聚 都没有能够凝聚出一头白虎来 这五行之地 到底蕴含着什么 居然能够出现白虎这种东西 颜大惊失色 在玄黄大世界之中 再庞大的矿脉 经历数十万年 都恐怕难以凝结出这样的神兽来 白虎可比山神猪 难以凝结一万倍都不止 你很好 很强大 进入五行之地 十天之中 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 也没有精疲力尽 法力也永远保持强盛 源源不断 真是不知道你有多少法经玉石 不过前些时候 也有一个少年闯了进来 比你的资质似乎要好一些 境界也比你高一些 就在方寒严阵以待 月月欲试的时候 这头白虎居然说话了 声音苍老无比 似乎蕴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 让人不得不测而去倾听 把每一个字都听清楚 方寒知道 这头白虎所说的是梦少白 不过当听到白虎评价说 梦少白的资质比自己好 不由地晒笑了一下 你这头白虎 蕴含的羹筋之气太浓厚了 我如果杀了你 精细神通想必能够大圆满吧 白虎摇摇头 年轻人 你想杀我 还早着呢 我在这五行之地 不知道诞生了多少年 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和天魔闯进来过 能够出去的都很少 至于杀死我的 一个都没有 倒是你一阵杀戮 把我从沉睡之中惊醒了过来 你的血肉和法力 还有身上的法宝 都令我很感兴趣 吞噬你的血肉 炼化你了倒气 想必我就可以脱离精灵灯的束缚 离开这五行之地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成为自由之身了 上次进来的那个年轻人 在我面前逃走了 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年轻人 你出手吧 给你一个机会 先让你出手 要不然 你就没有机会了 大言不惭 方寒看出来 这头白虎是个高手 实力极其强大 就算是金丹高手 恐怕也要被他杀死 因为方寒感觉到 自己碰到的金丹高手 无论是万罗 还是三个大盗 都没有面前的白虎这么强大 而且法力强横程度 更是不能比 这头白虎身上的法力 甚至可以和自己比肩 天生的灵物 当然 再强大 也不会强大过鬼帝 所以他没有丝毫的忌惮 遮天魔手一抓去 黑眼滚滚 落到了白虎的头上 向下就按 被遮天魔手抓中 金丹高手也得身受重伤 只能自爆金丹 方寒却知道 这头白虎比金丹高手要强大 但却没有金丹 不能自爆 缺乏最为强大的杀伤力手段 溯 虚空中 焕发出了无数朦胧的残影 如梦似幻 白虎的速度 堪比顺杀大法 在魔手抓到身上的一刻 突然消失 紧接着 方寒就感觉到一只利爪 从头顶上拍击下来 尤其是利爪上的指甲 如飞剑一般 速杀灵力 灭绝生机 使得他有一种 再次对上梦少白无声剑道的错觉 好快的速度 方寒幸亏有着和梦少白对战的经验 而且现在实力大增 早就运转如意 身体移动 血液之王飞起 肖像力爪 与此同时 遮天魔手瞄准虚空 突然一抓 正是他冥思苦想 对付梦少白无声剑道的一招神来之笔 白虎乃是更金之气凝结成的圣物 威力无穷 对于剑术简直是大宗师级别的存在 既然和梦少白交过手 想必也揣摩无声剑道的厉害 方寒正可以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之身 碰 果然 遮天魔手看似随意一扫 但却精巧地阻拦住了白虎去路 两两撞击了个正正 方寒只感觉到手剧烈刺痛 而那白虎被魔手扫中 全身都燃烧起一股魔燕 白金色的身体上 似乎有一种融化的趋势 他连忙一步 就迈出了几十里开外 身上爆发出强烈的金光 把魔燕压制了下去 脸上显现出惊讶的神情来 似乎是在震惊 为什么方寒能够寻找 得到他运动的诡计来 围困住他 方寒的神念 寝客之间就传递到了炎 血液之王 星馋的意念之中 同时他猛喷真气 强大的仙界元气 喷到了三剑道气之内 给他们提供强大的运转 本体大阵的力量 三剑道气搜了一下 就飞了出去 变换不定 团团围困住了白虎 本来三剑道气 就有围攻鬼地的经验 配合起来十分密切 而且本体强大 不比修道人的肉身 需要时时刻刻保护 当然 白虎的本体也十分强大 甚至比起绝品宝气 都要强大 本质不亚于魔刀雪苍穹 所以 战斗起来比修道人厉害得多 但是三剑道气 一下把他围困住 也弄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看来我小看了你 白虎突然身体站立起来 白金色的身体 似乎融化的蜡烛一阵变化 竟然化成了一个 体型硕大的中年壮汉 威严无比 两眼之中 射出剑光 分别刺杀向三剑道气 同时他把手一挥 一片剑光 冲天起 竟然布置成了一个 密密麻麻的剑阵 来反围困三剑道气 哪里有那么荣严 方寒遮天魔手伸出 魔焰滔天 大如山月 黑压压地摧残了过去 随后他整个人的身体 突然消失 完全隐藏在了魔焰大手之中 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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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虎布置成的剑阵 足足有上百口飞剑 被魔手折断 白虎知道这魔手非常厉害 张开大口 喷出了一片白金元气 浓密粘稠 闪闪发光 水银似的 直接就把魔手阻挡住 你上当了 就在这时 方寒的身体 鬼秘 出现在白虎身边 手掌闪烁出五色光滑 五帝大魔神通 组成了一个大封印 用尽全身法力 拍在了白虎身上 随后身体暴退 八大 五帝大魔神通 组成了一个小循环 五帝大封印 一下就刻印在了白虎身上 白虎聚吼 似乎是遭遇到了 不可恢复的伤害 身体上的白金元气 似乎在大量流逝 被这封印团汲取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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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虎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 他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这样的难缠 而且诡计多端 善于谋杀 如此阴险 他的身体 完全是更经元气凝聚成的 虽然比不上 长生秘境高手的不死之身 但却也和修道人的 天地法相有得一拼 根本不怕损毁 就算被斩成碎片 也可以凝聚到一起 魔焰烧到上面 也可以恢复 但是方寒这一下 把五帝大魔神通化为封印 打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却是正中他的弱点 那道封印 不停地汲取他的元气 不断地在成长 就好像一个寄生虫 他感觉到 元气不断地削弱 想运起力量 把体内的这道封印扑灭 但是外面三大道气 还有遮天魔手 却越逼越紧 魔焰不停地燃烧着 血液之王的刀光穿梭 更是把他身体斩杀的 白金液体乱飞 更为厉害是 沿得阿鼻之门 滚滚魔气铺垫开来 把他完全包裹在其中 使得他感觉到了 无穷无尽的痛苦 堕入了阿鼻地狱 我乃五行灵根 诞生出来的强大神灵 五行灵根不灭 我就不灭 我身间造化 视为不朽 你这个小小生灵 和我对抗 简直是找死 白虎猛一吸气 身躯再度膨胀 白色球体 外面霹雳啪啦地 闪烁着强烈电光 爆发出来 正是更金神雷 白金颜色的球形闪电 一冲出来 连番爆炸 无数剑气纵横切割 顿时就把三大道气 硬生生逼开 白虎身体一摆 居然冲出了包围圈 晃动一下 以无比快捷的速度 一掌拍向了方寒 他在宁笑 在一掌拍下的时候 他的手掌五指如钩形镰刀 高速旋转起来 似乎是要把方寒的护身法宝 钢气 全部绞碎 彻底杀死 你又上当了 白虎刚刚一拍而下 耳边就传来方寒的声音 同时 他掌下居然变成了一个虚影 不好 在他震惊之间 身体一紧 就被一针九个手指头的大手抓住 原来又上了方寒的当 被遮天魔手抓了个阵阵 千变万化 白虎冷冷一笑 身体忽然缩小了数十倍 变成一只猫咪大小的白老虎 从遮天魔手的缝隙之中 逃离了出去 方寒感应到白虎一下缩小 遮天魔手立刻紧缩 猛抓 但是却迟了一步 没有抓住 这却怪不得他 按照道理 神通秘境的修道人 肉身是不可能变小的 就好像方寒现在 肉身锻炼到了极点 可以随意扭曲骨骼 用嘴咬到自己的背 也可以缩骨 把自己缩成一个孩童 但是却没有办法缩得更小 变成拇指头大小的一寸小人 那是传说之中 长生秘境不死之身 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长生秘境 修成不死之身后 肉身可以随意变化 缩小成一粒灰尘 也不是不可以 白虎现在也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他不是肉身 而是羹筋之气所化的 当然 他的身体 却远远没有长生秘境 不死之身那么强大 如果被方寒困住了 还是能够被炼化的 白虎一钻出来 身体再度膨胀 变化成原来大小 这回却是四人非人 一个人的身体 一个老虎的头 虎头人身 小小生灵 你以为你 能够伤害到白虎我吗 白虎一边发出声音 一边身体再度旋转飙射 以类似于顺杀大法的速度 攻击向方寒 而且在飞略之间 一股白金刚气 散步向空中 顿时空气变得异常沉重 凝制起来 想要控制空间 降低我挪意的速度 但是却正中我的下怀 不知道我修炼的是 五帝大魔神通 方寒一看 就知道 白虎这是把自己的 庚金刚气散发出来 密布空中 空气就会变得比水银 还沉重无数倍 任何身法 神通都无法快速施展 身形也无法高速移动 但这对他来说 却是如鱼得水 因为白地金黄斩 在庚金之气中 施展得更为顺利 心念一动 顿时他的身体之中 也飞出了无数白色的金光 把身体全部包裹住 化为了一道缩形的金光 瞬间就挪移到了别处 让白虎的攻击再度落空 而且他在挪移之间 速度增加了不少 身体的缩形金光 不停地汲取着 白虎散发出来的 庚金之气 炼化成为自己所有 在进入五行之地的这些天 方寒的五帝大魔神 通不知道汲取了 多少五行元气 都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 现在一下施展出 白地金黄斩 对付白虎 简直是一种上位者的威压 可恶 白虎看见这一幕 不由地暴怒 方寒的精细神通 明明力量比他小了很多 但是品质很高 把他克制得死死的 连烧 在方寒和白虎 这一个回合的交锋之中 炎 血液之王 星馋三大道气再次聚拢 这次三大道气 却是各占方位 似乎是组成了一个 小小的三材阵 力量连接在一起 猛地压下 指一下 那滚滚魔气 血焰刀光 星辰之力 就把白虎包裹住 方寒叫了一声好 身体被白地金黄斩包裹住 突然一下 穿了进去 竟然一下就钻入了白虎的体内 发动了五地大魔神通 还有身上的五十种神通 你 你怎么会这么多的神通 白虎刚刚被三大道气压制住 突然感觉身体一动 就被方寒钻了进来 他不怒反省 正要在体内发动羹筋神雷 把方寒炸死在其中 但是却没有料到 刚刚催动 体内一个又一个的大神通 就轰击了出来 足足五十多种大神通 在五行之地中诞生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也看到了不少闯过五行之地的人类修饰 但是以神通五重天人境 练就了五十多种大神通的 一个都没有 轰隆隆 隆隆 五十多种大神通 被方寒一口气全部轰击了出来 直接把白虎的身体全部炸开 大量的更金元气四处奔涌 看到这一幕 三大道气并没有袖手旁观 而是都发出了自己的力量 把这些更金之气都逼了回来 再度凝聚成了白虎的形体 他们是怕白虎逃走 因为白虎这种神兽 就算被斩杀成两半 剩余的一半也会逃走 被一下逼回原形的白虎 元气大伤 正要再度发威 但是遮天魔手再次笼罩了下来 狠狠地压住了他 魔焰烧得他滋滋滋滋滋的响 你 好狠 白虎怒吼咆哮 但是却无济于事 他身体之中 不断地发出更金神雷 但是现在威力大减 根本撼动不了三大道气的联手 和遮天魔手的镇压 方寒随后 出现在了遮天魔手上面 张口一吸 白虎身上的更金之气 都被他强行掠夺 充实他的白地金黄斩 白虎的力量不断地削弱 而方寒的力量不断地在增强 到了最后 白地金黄斩两尊皇帝身躯 完全显现出来 高大威严 统领天地之间的精细原力 白虎恐惧地看着白地金黄 突然情绪冷静下来 整个身体解体 化为了无穷的更金神雷 发动最后的反扑 他不会自爆 但却可以消耗元气 化为神雷攻击 但是这却无济于事 白地金黄两尊皇帝 任凭所有的更金神雷 打在了自己身体上 都吸收了进去 整个白虎在这一刻消失 而白地金黄 身体膨胀 膨胀 再膨胀 足足到了百丈高下 耸入天空上 然后突然一散 化为了漫天晶云 笼罩方圆数十里之地 里面雷鸣电闪 无数的白色圆球飞舞 竟然演化出了更金神雷 这一刻 方寒的白地金黄斩 终于大圆满 蜕变出了更金神雷 把一头白虎神兽 生生炼化之后 这门金系神通 终于和慕皇宫一样修成 这一刻方寒 有一种热泪银矿的感觉 因为这些天 斩杀了太多太多的金系妖兽 那白地金黄斩 始终没有圆满 他都以为 这门神通永远修炼不成了 想不到现在终于圆满 漫天晶云 雷鸣电闪 又引动了远处的一群妖兽 却是一群土系的蝗虫 叫做雾土真黄 威力极大 但是却被白地金黄斩 所化的金云一罩 无穷更经神雷轰击下去 全部化为了土系元气 被方寒吸收 现在就剩下水 我 三大神通 没有修炼圆满了 我必须要找到 和白虎铜等级的神兽 杀死恋化 五行圆满 五帝五黄 才可以踏入归夷境 我的归夷境 修炼起来可真哪 比普通的修饰 要困难千百倍 方寒感叹道 你踏入长生秘境的机会 也比普通的修饰大得多 沿接了一句话 众人再次向五行之地 深处走去 渴望着碰到白虎一样 强大的妖兽 就在方寒斩杀了白虎 修成更经神雷 白地金黄斩大圆满的时候 在距离方寒数十万里的地方 同样有一群队伍 居然也来到了这五行之地 一座巨大的时空之门 突然出现在 这神秘浩瀚的 五行之地边缘 随后那座巨大的 时空之门里面 一道道的光滑 此起彼伏地闪烁着 全部都是高手 有神通五重天人境的高手 有神通六重归异境的高手 更有七重金丹 甚至还有更为强大的存在 这些高手 修为最低的 都是天人境 似乎是几个 巨无霸门派的精英高手的联合 那强大的时空之门中 不停地有高手 从其中飞掠出来 各自扎堆 师兄 这里是传说中的五行之地吗 一个身穿八卦紫荆袍袍的道人 看着荒凉的大地 有点不相信自己 到了传说之中的五行之地 这个道人 居然是福寿真人 太义门六大真人之一 也是被方寒一体擒拿到 名声尽丧的修士 不过他现在好像 是从往日的打击之中 恢复了回来 而且 修为又有进展 不错 这里就是五行之地 昔日远古神秘的门派佛门 制造出来的一个险恶世界 作为弟子试炼的场地 传闻这里封印了五行灵根 庞大的灵根散发出的五行元气 化成了无数的妖兽 更为厉害的是 这里封印了无数的天魔 那五行灵根元气化成的妖兽 也是用来镇压天魔的 福寿真人旁边 是一个副手昂然挺立的修士 高傲无比 显然在太义门之中 是小巨头级别的存在 此时他用慎重的目光 打亮着五行之地 五行之地 其实在玄黄大世界之中 有一个入口 在蛮黄神庙之中 蛮黄神庙 是昔日佛门建立的庞大庙宇 不过 里面有极其神秘的诅咒 只有大幅元的人进去 才能够出得来 所以 这次我们太义门的几个太上长老 合力借助仙气的力量 直接开辟了一条时空之门 好使得这五行之地 成为我们太义门的试炼场地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掌门和长老会 会邀请单顶剑派 通天剑派 日月剑宗三大剑修门派的 精英弟子前来呢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我们独吞 那不是更好 五行之地 十分凶险 传闻五行灵根之下 镇压着远古魔神 八亿四千万天魔 还有五行元气演化的强大妖兽 如白虎 朱雀 玄武 青龙 黄蛇 这些强大的存在 我们先是第一批来到五行之地的人 开辟路径 探险 然后打下根基堡垒 为后来的弟子 请来试炼做好准备 第一批探险十分的危险 自然是要拉几个 垫背的了 而且这样一来 还显现我太义门的大气 有好事情分享给同道 拉拢三大剑派 为群仙大会上争得支持 还有三年 就是群仙大会了 这次我太义门 要彻底压服各大门派 成为仙道盟主 高傲的修士 用精神和福寿真人交流 这个修士 又是太义门的一个 赫赫威名的弟子 神通还在赵玄一送唯一之上 叫做周楚一 什么 远古魔神 八亿四千万天魔 还有白虎 朱雀 玄武 青龙 黄蛇这种东西存在 那要多么浓厚的五行元气 才能够画出这么厉害的存在来啊 一旁的长春真人精神之中 剧烈波动着 内心极其不平静 所以 这次开辟试炼场地 非常小可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门派交给我们 主要也是为了 磨练我们这些真传弟子 好在三年之后的群仙大会上 绽放光彩 力压其余的仙道九门 周楚一冷哼一声 福寿 长春 陆命 昆元 大方 坎黎 你们六个人 居然被羽化门 一个小小的方寒打败 全部擎拿 丢进了我们太义门的脸面 本来长教一怒之下 要把你们收去神通 贬为畜生 世世代代沦为猪狗 还是我上去求情 才免了你们的责罚 你们这次一定要戴罪立功 在五行之地好好修炼 争取突破境界 三年之内 也晋升到皈依 甚至金丹 否则的话 长教还是要予以处罚的 是 初一师兄 这次我们 一定要艰苦修行 然后在群仙大会上 报仇血恨 将方寒废了 六大真人 眼神之中闪烁出悠悠的光来 羽化门最近的确是大出风头 孟少白 方寒 方清雪 这三个角色都了不得 幸亏华天都一心一意 向我太义门靠拢 不然的话 我们太义门的风头 要被抢去不少 就在这时 赵玄一飞掠了过来 咬着牙齿 丝丝寒气从牙缝之中迸发出来 方寒的确是一飞冲天 一年前还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现在却声明确起 不在金丹高手之下了 传闻他在门派之中 和万罗战斗 居然击败了对方 可恨的是我当日 没有一记黑日风灾杀死他 原来赵玄一当日 在太原仙府前面 施展黑日风灾 没有杀死方寒 也为方寒增添了名声 那方寒的确是个惹是精 尤其是黄泉图在他的手里 而且他最近不知道 得到了什么法宝 居然能够大量 练住太义门的原因 但这件事情 已经引起了长教 和诸多长老的注意 要不是风白鱼手中 居然有天皇境 长老们早去兴师问罪 逼迫羽化门 交出方寒这个惹是惊妄 宋维一也飞了过来 和他一起的 还有五个人 各个都是气焰冲天 不可一世 目无于子 强横的君临天下一般的人物 杨一师兄 吴一师兄 正一师兄 守一师兄 太义门的弟子 不断增加 尤其是领头羊 一些被刺性了义的弟子小巨头 最为引人注目 一股庞大的力量 散发开来 这次时空之门中飞出来的高手 分成了四堆 一堆自然是最为庞大的太义门 而另外三堆 却是日月剑宗 单顶剑派 通天剑派的精英弟子 这三大剑派 都是以剑术精妙称霸 门派弟子 飞剑极其厉害 杀伤力惊人 其中也有金丹高手 但是却远远不如太义门的数量惊人 一个身穿万剑法袍的通天剑派高手 看着太义门的高手不断增加 暗暗数到 五 六 这五星之地 传说中非常险恶 我们门派的弟子 千万不能散乱 逐一推进 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发现了宝藏 也不能抢夺 三大剑派的弟子 也显然不是蠢人 其中还有门派长老带领队伍 一条条的命令 颁布了下去 此时 那时空之门的通道中 光滑不再闪烁 显然是各大门派的弟子 已经聚集齐了 太义门的最为庞大 足足有三四百人 其他门派的 只有几十个 羽化门的整个真传弟子 才一百多人 太义门现在来的 天人镜以上的高手 就有三四百 两者的差距 简直是天上的云彩 和地下的泥巴 当然 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有很多都成为了长老 一心清修 不争夺掌门大卫 这也是一个原因 而太义门的弟子 却没有愿意成为长老的 都想争夺掌教大卫 所以 真传弟子特别的多 就在各派弟子汇聚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极远的地方 强烈的魔器滚滚而来 许多强大的天魔王 若隐若现 驾驶魔云 飞奔来 小心 天魔来袭 这五行之地的天魔王 我们可以击杀 但是他们天魔解体大法 却最是难缠 我们布置成大阵 把他们拒之门外 三大剑派的高手 早就布置好了剑阵 同时 他们看见太义门的弟子 都不动 心中却暗暗冷笑 看着太义门的弟子 吃个大亏 哪里知道 就在这一刹那 突然之间 太义门的宋威依照旋 一周处一 等等十二个金丹 境界的小巨头 突然哈哈 一阵长笑 头顶上同时 升腾起了一枚金丹 十二个人的金丹 连接在一起 同时旋转 催发了一门神通 呜呜 好像鬼神在嚎哭 好像天在哭泣 虚空之中传达来了 无数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 随后一道道的虚空裂痕 出现在天上 里面隐隐约约 有鲜血在流淌 似乎是老天都被展开了 流出血来 末日天灾 末日天灾 没有错 这是太义门的无上神通 末日天灾 传闻之中 一旦施展 天血雨 鬼神豪 末日降临 虚空崩裂 宇宙重归混沌 只有长生秘境的高手 才能够施展 想不到 十二个小巨头联手 居然能够施展 三大剑派之中 一些识货的人都震惊起来 这就是传说之中的 太义门 威震诸天无穷世界的 无上神通 末日天灾 砰砰砰 砰砰砰 末日天灾一发动 远在百里之外的 许多大天魔王 还没有来得及 施展天魔解体大法 就自动分解 化为了无数血肉 被吸入了 末日天灾的结云之中 未得太义门 十二小巨头的金丹上 抹上了一层血光 他们的金丹 越发璀璨起来 似乎是得到了 精血滋润 哈哈 这么多的天魔王 我们哪里去寻找 现在我们十二人 联手施展 末日天灾 就算是长生秘境的高手 都要褪比三社 这些天魔王 实在是大补啊 几个太义门的小巨头笑了 每一头天魔王被诛杀 都能够为他们带来力量 滋润金丹 增强修为 天魔王可是相当于 神通秘境的高手 不知道 这五行之地 有没有练成了 天魔金丹的大天魔王 要是有的话 诛杀了他 我们更能大补 走吧 一路推进 就在太义门 三大剑派 诛杀天魔王的时候 方寒却已经深入 五行之地的最深处 他现在又碰到了 和白虎一个等级的神兽 方寒深入五行之地 里面五行元气 所化的妖兽 越来越强大 不过他的五帝 大魔神通中青帝 穆皇宫白帝 金皇斩两门神通 都修炼到了大圆满 张口一喷 天上就显现出了 方圆几十里的青云 和白金浓云 雷霆闪烁 一目神雷 更经神雷冰雹一般地 砸落下来 所到之处 一切妖兽都化为元气 避易自身 也就是说 无论多么强大的妖兽 都靠近不了他方圆几十里 头顶天空两片浓云 就是他最好的护身符 现在这两门神通 已经完全超越了 大日火灾 黑日风灾的威力 成为他所修的神通 威力最大的两门 方寒 你如果把五帝大魔神通 全部修炼到大圆满 就可以凝结成一尊 五帝滑盖宝散 万邪不清 诸法不破 所向无敌 当年黄泉大帝 就是这门神通一施展 飞升成仙的时候 撕裂仙界之门 仙界之中 轰击下无穷虚空神雷 十二万九千六百结束 都奈何不了他分毫 眼看着头顶天空上 两片浓密的云气 眯着眼睛 滑盖 就是皇帝出巡的时候 头顶上散心顶盖 用各种华美的宝物装饰 增加威仪 五帝大魔神通修炼圆满之后 也可以凝结成滑盖 保护自己 万邪不清 就在这时 远处天空 一阵哗啦的水响 从远处奔腾而来 好像突然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条天河似的 又一尊水系大怪 这次不知道来的是什么 玄武 玄武灵水 水系的神兽 乃是玄武 东方甲乙目 神兽乃是青龙 北方人鬼水 神兽乃是玄武 南方丙丁火 乃是朱雀 西方更新金 就是白虎 中央物极土 乃是藤蛇 藤蛇之王 号称黄 又叫做黄蛇 传闻乃是地狱之王 一翻身地狱倒转 远处滔滔水响 感觉到滔天水气 扑面而来 气势丝毫不亚于 炼化的那头白虎 无论是方寒 还是炎等人 心中都是一喜 因为碰到了水系神兽 如果再度炼化 那黑地水黄泉 就可以大圆满 五帝大魔神通 再进一步 五帝大魔神通圆满之后 威力可以媲美 太义们的末日天灾 众人提起了精神 就连方寒也张口一息 散布方圆几世里的 两片木黄气云 金黄气云都聚拢了过来 缩小成一亩田大小 悬浮在头顶 散布得越开 威力越分散 现在集中起来 威力更大 在方寒这一缩小经 木两门神通的时候 一头庞大的猿猴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帘之中 用桀骜的眼神 看着方寒众人 这头庞大的猿猴 身边无数水云缠绕 手持一条巨大的水棍 似人非人 似魔非魔 身上蕴含的水元气 比起白虎来 丝毫不弱 法力澎湃无边 好厉害 这是什么东西 气势这样的强横 星云宝宝震惊到 水元气凝聚成的神兽玄武 我曾经在水晶洞天见识过 但是力量 似乎没有这头猿猴这么强大 这是太古水元 也是一门水系神兽 而且这头水元 似乎还吞噬了天魔王 把天魔王的血肉 和自己的水元气凝结在一起 化成了似魔非魔 似神非神的存在 严砸巴着嘴巴 凡人修饰 你侵犯了我的领地 这头太古水元 看了方寒好一阵子 似乎是看穿了 方寒恐怖的实力 速速退去 相安无事 否则的话 我也不介意把你击杀当场 哦 把我击杀当场 方寒一阵乱笑 前面一头拦路的白虎 也是对我这么说的 结果他现在 被我炼化成了元气 今天不管你怎么样 都难逃被我炼化的下场 还是考虑一下你自己吧 这头太古水元 居然是和玄武 一个级别的存在 方寒自然不能放过 现在他最为重要的 怎么都不会放过此物 在说话之间 他已经在遮天魔手之上 施展了一门神通 天隐星盾术 这是灭仙道的一门神通 不是用来攻击的 而是隐藏形体 最擅长刺杀 同级别的金丹高手 甚至是渡过了 风火大劫的人 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因为这是借助天心之气 扭曲周身磁场 造成种种错觉 与此同时 方寒还在遮天魔手之上 加持了蛇雀有神器 使得这只大手在运转起来 变得和鬼蛇剑一样的难缠 这些辅助性的神通 只要施展得好了 比主攻击的神通 还要厉害得多 想一想 以遮天魔手恐怖的威力 无影无形 无声无息 再加上鬼蛇剑一般的灵活 油滑 会恐怖到什么程度 哈哈哈哈 凡人 你太自以为是了 水源听着方寒的说话 爆发出一阵疯狂大笑 全身水气猛烈旋转起来 但是他却没有感到 头顶上 微微的有空气在流动 忽然哗啦一下 空气被分开 一只带着滔天魔焰的大手 已经无限地接近了他 碰 这头太古水源 没有了料到 方寒居然如此诡诈 怒吼之中 手中的巨大水棒 向上一撑 正好顶住了魔手 但是他整个身体 被魔焰缠绕上身来 动手 血液之王 炎 心缠这三大道气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飞了出去 围杀像这个太古水源 现在他们之间 配合得实在是太默契了 活脱脱的一个四十大道的翻版 穷凶极恶 杀人越货的事情 这些天来 他们做得太顺利 三大道气 现在变成了三个土匪 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当然这都是方寒给带出来的 魁水神雷 火源 给我出来 太古水源全胜膨胀 无穷水雷从身体之中爆炸出来 到处都是黑气纵横 水雷连环无穷地衍生着 把这些道气都远远地推开 他的力量 远在金丹高手之上 甚至钙压方寒 近乎两百万猎马奔腾之力 不过就是手段单一 没有什么灵活多变的神通 就是魁水神雷 但正因为手段单一 威力也就巨大 如果华天都使用 万水神诀中的魁水神雷 都未必有这头水源这么强大 就在方寒为杀 这头太古水源的时候 远处一道火光 冲天起 竟然又出现了一头凶暴猿猴 这头猿猴 全身火焰不停地燃烧着 手里也拿着一条巨大的火棒 胸威更在太古水源之上 他看见水源受到围攻 巨大的火棒一挥 一条皮炼式的火光飞舞过来 化为了火龙 口喷出一团团的炳火神雷 在方寒 三大道气周围爆炸开来 那炳火神雷 团团都有八斗大小 是一团球形火焰 一阵之下 霹雳大作 光是阴波都可以把一座房屋震垮 不好 方寒却也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一头更为厉害的火源 一头水源 他自信可以围杀 炼化 但是两头就太吃力了 甚至自己还有可能要受伤 要知道 这种神兽 简直可以媲美神通八重的修饰 而且丝毫没有肉身的顾忌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相当于半个不死之身 水火两种神通 威力巨大无比 而且方寒感觉得出来 这一水一火 两头猿猴 似乎是夫妻 这样联手 水火同源 威力更大 火源是雄性 水源是雌性 轰隆 轰隆隆 炳火神雷不停地爆炸 让三大道气 方寒 星云宝宝都得分出神来抵挡 三大道气还好一点 星云宝宝和方寒 可都是要顾及肉身 肉身一下 挨了炳火神雷 只要一下 非要粉身碎骨不可 修炼没有到达 神通九重天地法相之前 肉身是万万不能失去了 一旦失去 也就意味着彻底的死亡 怎么办 两头猿猴 我们最多站的平手 要把他们消灭 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等机会 不可以错过 拼命也要来 这一水一火 两头猿猴 我若是能够炼化击杀 立刻就可以把水黄泉 火黄气 修炼到大圆满 错过了这个机会 哪里去寻找 而且越往五行之地深处去 怪物越厉害 要是出来了朱雀 玄武这等东西 我们更是杀不死 那倒也是 先缠斗一阵 再寻觅到机会 方寒的精神 立刻沟通了三大道气 星云宝宝 so 那火源化为火光飞顿过来 所到之处 丙火神雷乱飞 声势猛烈到极点 方寒立刻让开 让他和水源会合在一起 凡人休士 你们这是在找死 火源和水源 一下汇聚在一起 顿时水火交融 隐隐约约一股气势震荡而起 凶艳滔天 两大猿猴看着方寒众人 杀气笼罩而来 你以为 你们两个联手 我就杀不了你们吗 方寒盯着这两大猿猴 阴沉着目光 丝丝寒气迸发 让人不寒而立 凡人休士 你身上居然有道气 而且是三剑 真是令我惊讶啊 能够到达这五行之地深处 我对你的能力 倒十分看好 不过 这对于我们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夺了你们的道气 我们修炼就可以威力大增 进而吞噬更深处的玄武 朱雀等神兽 增强我们的力量 就可以脱离五行之地了 凡人休士 你们想杀我 我更想杀你们呢 那头火焰巨猿 也阴冷地笑了起来